好先简单讲一件事 我知道许多的 许多的 韩粉们 当然对我很有意见 没有关系 我不能说不需要粉 这样是不是太矫情了一点 但是不至于因为粉 然后粉是太平 没有必要 但是 我看到当初选结束了之后 大家在猜 我也看到许多的名嘴 许多谈话性的节目 这几天的时间 几乎天天都在谈 郭台铭会不会脱党参选 刚刚王健坚院长 七点钟的时段 王健坚前院长的访问里面 王健坚也在隔着麦克风 在呼吁郭台铭 他说不可以 就是他觉得脱党参选了之后 这样到国民党就分裂了 就没有办法呢 就在战略上面来讲 达到了让蔡英文下架 的目标 让民进党下架的目标 那那你说 王健坚是个很无私的人 那应该应该 应该很可信 很客观公正吧 但政治不会这么的简单 我只是觉得 空气上面不太对 我一直半开玩笑的讲 就是新闻送文的 我用文的 我用文的感觉 我认为今天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媒体名嘴 在猜郭台铭的动向的下一步 我个人认为猜的都不对 那郭台铭下一步 当然以他的个性来讲 选完了之后到现在为止 那国民党现在最大的 最大的困难 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如何把郭台铭 稳住 郭台铭如果 第一个他他如果 脱离了这个他短暂 那恢复取得的党籍 的这个党的身份 他回到了一个 跟国民党有非常深的渊源 甚至于呢 在国民党最危急存亡的时候 不断的伸援手 去帮助了这个党 他如果脱离了之后 回到一个自由人的身份 他坚持参选到底 那 那国民党就完了 再倒过来讲 就算他不脱党 如果 他对国民党 开始失望 敬而远之 那 我就对国民党来讲 这场初选要付出的代价 也太大了吧 我不知道国民党的高层 现在是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 我不问 也不猜 选完了之后 因为我刚刚回来 我也没有跟谁联系 我只纯粹 把这几天的新闻看一看 然后闻一闻 我觉得 不单纯 那 接下来就怎么样 可以 再留意一下吧 我只是认为 现在大家 还是把它当作是一个 一个 喷口水 然后 然后呢 大家谈得 很开心 好像 谈了很多的内幕 很知道什么 我也不知道什么 但是 read my lips 到今天为止 从 星期二 从星期一 星期二当天 整个的民调揭露之后 到今天已经星期四 这三天的时间 我看到的大部分的那些的谈论的方向 跟我闻到的那个味道 不是同一个味道 好 再来看 今天的中国 中国是时报 今天我就 我就不看 不看这个联合报什么的 联合报 联合报 联合报是用 是用柯文哲了 联合报是说 萨卡都酸中痛 柯文哲在酸蔡英文说 听不懂老百姓的话 柯文哲满怨恨小英 好 这个是 这个是柯文哲 那 中国时报比较重要 中国中国 中国时报今天的 今天的 头版头条的新闻 这个呢 是罗文家 那 标题 保卫政权 民进党 为了保卫政权 不择手段 那 那为什么有罗文家 罗文家现在是民进党的秘书长 他说 走路工的会选 的指控 还有呢 这个部落格的抹黑 乱贴呢 这个就是说呢 中国时报呢 给中国时报扣上一个所谓的红媒的标签 背后 都有罗文家 那 这个呢 不管是过 把过去罗文家的这些什么 走路工的事件啊 等等的全部呢 都都重新的整理完扯扯一顿 这个是 这个是 这是中国中国时报 他不只是对罗文家 对唐湘荣也一样 就基本上面只要 批评中国时报 对望中 对于所谓的韩 韩天 用韩天 当然把韩国瑜跟中天扣在一起 对韩国瑜来讲 对于 对韩粉来讲 可能会会听得有点受不了 可是 这份的媒体 他确实用了 用了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媒体的资源 把他当作是一个韩国瑜的机关报 那让自己跟韩国瑜合而为一 这不是韩国瑜好或者不好的问题 而是 我我如果是韩国瑜 我会对这样的媒体敬而远之 好 但是 中国时报今天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再再回到里面的内页的部分 好 那 这个是中国时报的三版 A三版 一样啊 就是 民进党抢救政权 你看到刚刚的头版头要是 民进党保卫政权 他这边是民进党抢救政权 上头的标题呢是 总统府与陆委会一搭一唱 推销中共代理人修法 那为了抢救政权 狭阳梅扣红帽 那 中国时报在这篇呢在在讲什么 在讲的就是金融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不要不要低估Financial Times的这一 这一这一篇的报道跟指控啊 因为Financial Times是国际大报 那 Financial Times在 会拿来做新闻的 基本上面 我相信他一定有所本 就像之前他在 Financial Times在判断 判断英国政府对华为的态度的时候 Financial Times最准 第一时间当川普还在 还在呢跟英国跟他的盟 盟国手拉手 在准备全面封杀华为的时候 Financial Times呢是第一家说他 他访问了英国的就是说情志单位的 那军情五处的 因为军军情五处跟军情六处的业务是不一样的 军情六处是对外的 军情五处是对内的 他访问了军情五处的官员 他们认为华为没有问题 Financial Times事后证明 Financial Times这家的媒体在判断这件事情上面 消息准确 这个消息准确呢 就像在过去中美贸易战的时候的 香港的南华早报一样 南华南华早报在透露 北京包括习近平 对中美贸易战的看法的时候 你回头来看南华早报 消息准确 那 不管是Financial Times 或者是南华早报 或者是在 以一个企业界的身份 在判断中美贸易战的后续的发展 的台积电 台积电判断准确 在一个关键时刻 能够在自己的本物上面 能够提供证券讯息 做正确判断 那样子的媒体 那样子的企业 我觉得就像我对王娟先生的佩服一样 我都会很佩服 那是专业 在现代社会里面 专业是最值钱 就专业的信任是最重要的 好那中国 中国时报花了这么多的版面 头版三版 他在讲什么 他说因为呢 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昨天呢 昨天声称他们引述 引述了中时跟中天记者的说法 financial times的报道 金融时报的报道的里面 他说他引述了 他们采访 引述了中时跟中天记者的说法 指这个呢 这个说法呢 只报道 国台办 那操控了 操控了 就是说呢 望中集团 而操控望中集团 借着望中集团 去影响 操控了 台湾的选举 尤其是国民党的这场党内初选 好那 这样子的一个指控呢 中国时报三版的反应说 如果这个指控是真的 那请问记者有能力决定投版的内容吗 嗯 记者没有能力 投版的内容 就像在过去在 在我在我在我在媒体工作了这么久的时间 我也参与了媒体很高端的 很高端的编误 很高端的言论的路路线的言论的立场的讨论跟确定 这些都是我生命经验当中来讲很核心的部分 要决定一个议题 我们要要要采取一个怎么样的立场 除了经过很复杂的讨论 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清楚 清楚了之后 回到我们基本的价值立场 站在我们的价值立场上面 这件事情我们要做怎么样的表态 这些的表态 不只是报老板 总编辑 社长 主笔 我们都必须要参与讨论 头版头条的新闻 他关乎到呢 你报纸要怎么卖之外 现在的媒体当然更麻烦 现在的媒体除了考虑卖报 能不能够在报纸上架的时候 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 会让会让消费者 有想要去买那个报纸的欲望之外 另外就是现在呢 媒体几乎都在 把自己当作是某种的机关报宣传报一样的 在这使用 记者当然没有能力去决定所谓的头版的内容 那这这篇的报道的记者呢 既不署名 那也没有证据 那是不是呢 凭空捏造 他指的是 financial times 有没有凭空捏造 还是根据根本就不存在 这位记者 做出了如此严重的指控 换句话说 今天的 今天的中国时报的三版 是在指控 financial times 做假新闻 你financial times 指控望中集团 你有证据吗 好 那这个financial times的报导 我就要回到呢 昨天的这个这个包括呢 包括自由自由时报啊等等 他们的引述呢会比较完整 那金融金融时报的标题是中国国台办 大陆国台办直接控制台湾媒体 吹捧特定候选人 那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导 这是这是这个 自由时报的报导内容 他说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导 在亲中的韩国瑜 确定代表国民党参与 2020总统大选之后 望中集团老板 蔡衍明旗下的中天新闻和中视 当天只报导与韩国瑜有关的新闻 而冷落了在加勒比海拼外交的蔡英文总统 由于蔡衍明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密切 这也引发中国透过媒体影响台湾政治的疑虑 金融时报报导引述在中国时报和中天新闻任职的记者透露 中国国台办每天都致电两家电视台的编辑部主管下达指示 这样的指控中国时报当然要全力的去反击 去澄清 因为这个指控如果有一点点可能被质疑是真的 中国时报大概就完了 因为蔡英文绝对不会放过你 所谓的中共代理人法 这已经不是代理人 这简直是代言人 好那因为来自于反年秀 Times的指控 因为它是国际大报 它会有全球性的影响力跟渲染力 就是台湾这样一个望中集团 它已经是中国的大陆的国台办 在台湾内部可以操控的媒体 而且完完全全每天致电两家的媒体的编辑部下达指示 好那对金融时报的报导中天电视呢表示 纯属恶意的假新闻 他说如果有其他媒体引用将提出告诉 那两个媒体呢记者透露 他们天天打电话呢下指令 报导说的中天新闻和中视对韩国瑜的支持 并非是一次性的 过去一年 两家电视台就马不停蹄的报导韩国瑜 协助创造了韩流 使被视为过气政客的韩国瑜变成政治明星 但这种铺天盖地的报导 对蔡政府而言已经变成了国安议题 两家电视台都隶属于旺旺中时集团 该集团又受中国政府的影响 因为自由时报了 他一定是用中国 那我如果是我用 我会用大陆政府 但是因为我现在在在引述 因为这几家报纸我看了 我在引述呢自由自由时报的说法 引发北京当局逐渐影响台湾政治的疑虑 financial times报导指出2006年蔡野明买下中视 2008年再买下中国时报和中天电视 从此之后 中国时报就从一个主流报刊 演变成许多人批评的中国共产党传真筒 因为financial times 我还曾经去参观过 那要看他做这么夹义夹序的尖锐式的指控 除非他他真的 我猜想他一定访问了某一些人了 以financial times这样一个报纸的风格 他已经采访了某些人 一定是有有人这样子说 但是这些人是不是有这么大的一个代表性 好像十拿九稳的 这么的准确的说 对就是就有这么一回事 能不能拿出这证据不知道 那我觉得今天望中集团 也不需要出言恫吓说谁敢引述 好我我刚刚就就就引述了 那谁敢引述我就告谁 那如果如果我作为一个媒体人 我在谈这件事情被引述被告 那我只能够讲 就是顶或甘如仪求之不可得 你读过正气歌吧 顶或甘如仪 用最大酷刑加加诸在我身上 求之不可得 但是你应该要去对抗的是金融时报 你要去告中告金融时报 把它变成是一个台湾的媒体 跟国际媒体的一场的大战 告中警告金融时报 你竟敢作假新闻 你捏造我作假新闻 其实你才是作假新闻 好那 因为报道里面还提到 任职于中国时报和中天电视的记者 对对金融时报透露 他们的编辑部主管 直接接受中国国台办指示 一名中国时报记者说 他们每天来电 他们不会插手每件事情 主要关切的是和两岸关系 和大陆有关的议题 他们对报道的角度和报道 是否上头版有发言权 一名中天的记者说 中国政府 大陆政府官员会借由向 驻大陆的台湾媒体记者 指定新闻内容和社论立场 组织针对大陆有关的报道 目前已经有两家台湾报纸的记者 证实这样的说法 说法是一回事情 说法不代表做法 今天金融时报赶将去报道这件事情 蔡英文政府一定打折水棍上 回来一定好好的修理 就像之前 黄志贤的叶文打权被拉掉 背后所有的逻辑都说 因为蔡英文政府施压 那当这样报道出来了之后 中天接下去真的就难过了 进广告会都聊 那一个媒体本身的可信来度极为重要 所以当今天呢包括金融时报在在在指控 指控望中集 望中集团当然也很也很第一时间做了非常强烈的回应 除了用自己的媒体版面 用自己的新闻时段 不断的在在陈述自己的立场 说明这件事情之外 我强调就是说蔡英文政府在在处理 处理望中集团的时候 除非除非你有像金融时报所指控的那个非常明确的证据就是每天打两通电话来直接到编辑部下方的 他指示新闻要怎么做版面要怎么放 除非你有这样的证据 不要用任何莫须有的罪名 用思想入罪 没有这个证据的时候 望中集团即使从媒体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他很离谱 可是 离谱的是事情交给了市场的去决定 在一个言论市场来讲 望中集团 即使是蔡英明跳出来说 我就是这么强烈的拥护的韩国瑜 这他的自由 这是他的自由 所以民进党 不管是党府院都一样 不要借口这件事 事情想要去遏整了望中集团 那同样更下流 这些人都想要去遏整的华 请不回答 虽然能够 这些人都想要去遏整的华 但是 我会想要去遏整的华 这些人都想要去遏整的华 这些人都想要去遏整的华